大家好 我是馬千惠大政治 大八卦 大家一起來解掛 大家好 我是王鎮 好 我們看到了 這可以說是堪稱 公股行庫中的模範生 也就是說他體質好 競爭力又加得 規模又大 趙豐金旗下的趙豐銀 居然涉嫌洗錢 結果被美國重罰了 台幣大概57億元 那這次是馬千惠 其實對我們來說 最有感的就是什麼 其中有11.4億是要全民買單 換句話說你我都要來貪 又要從口袋裡拿錢出來 幫政府解決問題了 對 可是已經講到重點了 問題是這個案子 不是從前朝同到當今 政府在幹嘛 對 前面有問題沒有好好處理 後面接手者 好像也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要請來賓好好來監督 來探討一下 到底這問題誰該負責 好 首先介紹一下 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今天是資深媒體人謝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朱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黃慶平 大家好 還有股市憲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 趙豐銀的這個案子 因為涉嫌洗錢 我們當然覺得說 這個感覺像是整個 怎麼金融界的醜聞 當然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管你是內行外行 其實我們都感覺出來 確實其實是有內情的 那麼其中也為您整理出了 四大疑點 我們首先帶您來看看 那麼我們知道在美國 因為涉嫌洗錢 結果被重罰了 大概台幣57億的時候 事實上整個相關的報告 其實在2月份就已經出來了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時間點很敏感 因為他的前動作蔡有才 就是差不多在4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3月份就請辭 所以換句話說 他從當時3月到現在 已經離職了4個多月 4個月這段期間我們發現 他這個位子沒人坐 一直是懸缺的 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麼另外還有 剛剛特別提到的 其中有11.4億 這個部分是要由全民來買單的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要由我們來買單 我們來攤這筆錢 政府不該出來負責嗎 以及包括我剛剛特別提到的1.3 也就是大家在講說 怎麼這一次財政部也跳出來 幫趙鋒喊冤 報區 這當中是有什麼樣的內情 是因為cost down的關係嗎 我們在稍後 都會有帶您來深入的解讀 以及還有就是我剛剛特別提到的 很詭異 這中間玄缺了4個月的新動作 那麼為什麼都沒人來坐這個位子 你說現在已經在新政府手上了 他們完全狀況外嗎 好像也不是 譬如說在7月份的一場會議上 我們知道這個蔡英文總統 當時就看到要來接這個 趙鋒喊的新動作的 我們看到就是徐光熙 他當時看到他了 他當時在華南經控 當時這個小英總統 就啊了一聲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因為他早就知道 他已經是內定要接了 可是我們看到了蔡總統 啊完了之後 就沒下文了 所以包括你會覺得說 這個為什麼整個接下來的動作 全部都沒了 那到底這個新政府是在做什麼 好 所以這個部分 王后正 請告訴我們大家 為我們整理這個中間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了 好 確實 正如千惠所說的 這57億罰定了 那到底這錢罰出去 誰該負責 這是我們節目 今天要帶您追追追的生項 先看一下今天是8月22號 距離蔡總統的百日執政 到期還有多久呢 來看一下 剩下6天 剩下6天的時間 但是你發現了嗎 從外交 國防 內政 到現在財經 金融界 蕭英總統危機處理不完 這問題爆個沒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最大掛 首先要告訴你就是 趙風金 這間堪稱是歷史最悠久 規模最大的銀行 居然爆發了 被美國紐約金融服務署 重罰57億台幣的事件 而且當中疑似涉嫌洗錢 這兩個字大家就很敏感 很緊張 難道又爆發了 跟之前前總統陳水扁一樣 國外的洗錢弊案 這事情有沒有牽涉到 台灣的政府高層 打上一個大問號 節目當中 我們再來好好探討 好 當然這錢法是法定了 現在誰要負責 我們先來說這錢董作 他這個蔡友才 那麼蔡友才其實 這整起事件的爆發 在今年的2月9號 美國就來韓告知趙鳳京說 你們當中的賬戶有問題 疑似有洗錢疑慮 最好把事情給我說清楚 但沒有想到 蔡友才居然在3月的時候 閃電提出辭辰 在4月1號就離職 這段時間當中 他有沒有好好給美國回覆 有沒有好好來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有 這錢是不是就不用罰了 有沒有人蒙不髒 我們要好好來探討 好 我們說蔡友才 你要離職就離職也罷了 好歹你要交接給新的政府 相信總統520上任之後的 金管會主委 財政部長 你是不是應該做個報告 告訴人家說 2月的時候美國有來韓 說要罰我們錢 大家要好好的處理 但抱歉 蔡友才 什麼都沒做 是知情不報 是不是另有內情 好 讓大家非常的懷疑 繼續來看 接任的誰 就是剛剛千萬提到的徐光熙 那麼這個人 他在接任了趙峰金之後 好像突然間 天下掉下來一個 57億的罰單 他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好 雖然說 蔡友才他是在 4月1號離職 徐光熙他是在 8月16號才上任 中間空洞了4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說這4個月 因為空窗期 我也沒接任 我當然不知道 但我們想問的是 整個新政府團隊 我剛剛提到了 金管會 財政部 你們對於這麼大的一個公股國營 難道是在前任政府 前董事長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們可以完全這樣 不聞不問嗎 是不是太過狀況外 而且完全沒有掌握問題 好 沒有掌握問題 美國要罰錢怎麼辦 不好意思 只好從你跟我的口袋 把錢拿出來 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個紐約的金融服務署 因為疑似洗錢的案子 加上趙峰金處理不當 而且據說法尊人員態度很囂張 讓美國不高興 因此重罰了1.8億美元 換算以下大概57億台幣 57億台幣 我們以趙峰金 他有所謂 趙峰銀 他有所謂20%的官股來換算 57億的20%是多少 大概就是11.7億 也就是這11.7億元 要全民買單 我們通通都要付錢 你發現了嗎 蔡政府不相當到現在 不停的從我們口袋裡拿錢出來 比方華航罷工 從口袋裡拿錢出來 要你們好好上班 比方說國道收費員 從你的口袋拿錢出來 要他們不要再抗爭了 我幫你們補貼 連便當錢我都給你 現在因為狀況怪 因為知情不報 被罰了57億 11.7億 又要我們買單 一個總統不是只單單 從人民口袋拿錢出來 而是要想辦法把錢 拿進民眾的口袋吧 還記得520就職的時候 小英總統說過什麼嗎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手牌 小英總統 520就職的時候 針對青年就業 改善丁心環境的問題 當時他說 雖然我沒有辦法 立刻幫所有年輕人加薪 但是我願意承諾 新政府會立刻展開行動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 話說完了言謠在耳 然後我告訴你 然後失業率就破4了 而且這失業率達到了4.02 是兩年來的新高 我們真的想問問蔡政府 你剩下六天 就要滿執政百日了 你一直不停的 拿我們口袋裡的錢 來幫自己做政機 這說得過去嗎 好 大會還給節目現場的 千惠還有來賓 我們先來追一下 到底趙豐金這個事情 誰要負責 好 我其實錢的問題 我們稍後再來好好檢討一番 不過剛剛從六正的整理 其實你發現有脈絡可循 這從頭到尾的趙豐案 就是人的問題 即便他們的說 趙豐的說法是 這絕對不是洗錢 他們只是知情不報 沒有按照程序申報 好 那麼套一句 前董作蔡友才的話 他說就是法尊人員 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我簡單問好了 我直接先問憲哥 就是說這個整個案子 你要說簡單也簡單 說複雜也複雜 因為說來說去 其實就是人出了問題 對 沒有錯 就是人出了問題 而且是一錯再錯 其實我們說八千萬的美金 覺得很多 就美國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罰款 他說這個罰款 就是你藐視美國的一個 儲罰金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台灣說一句話說 好好檢討是由得炒頭 好好比在台北路 結果切到美國的 紐約的一個金融服務署 他的一個精簡報告就到了趙鋒金 3月24號趙鋒金回喊的時候 竟然還狡辯 他說沒有 你沒有規定 在這一些你所說的缺點裡面 都是在洗錢防治法裡面 沒有規範的 這樣犯後的一個態度非常的差 所以紐約的一個金融服務署 他就已經心裡面很不爽了 3月19號蔡友才請吃 4月1號就走人了 走人以後到8月16號這個中間 有四個月的空窗期 5月份 美國的紐約金融服務署 大批的人馬到台灣的趙鋒金控 趙鋒銀行來再做一次的一個訪談 因為沒有新的董事長 沒有人敢做主 所以接待的規格就非常的低 然後那個換後的態度又非常的差 所以1.8億 就是因為你知錯之後 那個態度很差的一個罰款 所以我們從這點就可以發現到 它有兩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在紐約的一個 法規的遵循官 他竟然還要兼任護航長 還要兼任財務調度 還要兼任換款 那一人兼了好幾個職務 對紐約的一個金融服署來講 你這個就有非常嚴重的 一個利益衝突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成本的cost down裡面 一個人動作四五個在用 這在美國人是最沒有的 包括我們台灣的政管公司 我們台灣的金融公司說 我們的集合一定要專人專任 所以趙鋒金你要打亞洲杯 你要打世界杯 你怎麼會不遵循 國際的遊戲規則 這第一點缺失 第二點的一個缺失就是 就是你換後的態度很差 第三點其實我覺得 就目前的新政府來講 你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你說這個新的動作對不對 怎麼新政府這個金管會財政部 好像完全三不吃 前朝沒告訴你 但你自己要掌握 那這麼長一段時間在幹嘛 而且新動作 為什麼要拖這麼久才上任 對 所以剛剛主持人講說 7月份的時候小英 不是在一個金融會議裡面 看到徐公熙說 你怎麼還在這裡 他有發現 對 他已經有發現了 但是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 為什麼徐公熙都已經內定了 怎麼到8月16號才來到任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被華南金控綁住了 他華南金的一個董事堂 他沒辦法過來 為什麼沒辦法過來 因為華南金這個林佳 他們希望在改朝換代的時候 掌控華南金 華南金他本身又是官股 又是民營的 這個中間 他在今年的股東會 就把自己家裡的人 全部能夠選了通通選進去了 選進去很多都當董事了 當董事在上個禮拜 你看爸爸也當董事長 兒子也當董事長了 就已經把人事喬好了 人事喬好以後才讓徐公熙放人 他才真的8月16號到趙風金 你到趙風金趕快會到美國去 他說本來要花97億 還好我這次到了美國 還說幫我們搶救了一點錢 還減了三十幾億 好像功勞一賤 但是你想想看 本來這不用給法 本來你如果 人家就說你不對 因為儀式而已 所謂的儀式就是 你在過去2010年到2014年 你有很多趙風金 紐約分行的匯款 匯到巴拿馬的錢被退回來 退回來發現說 那個退回來都是一些空殼的戶頭 那些戶頭不是一年兩年就取消掉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有這樣的限制說 那有貴 因為王某某會給王某某同一個人 怎麼那個戶頭會被取消掉 怎麼錢會被退回來 所以紐約說你應該要跟我報備 他說沒有 你的洗錢或日華沒有這個規範 我幹嘛要跟你報備 態度又很嗆 所以他就不爽 這是第一點 再來人五月 整個來台灣 你知道來台灣的時候 你如果好好交代一下 沒有董事長怎麼招待 而且他發現 怎麼一個金控可以四個月沒有龍頭 那你們台灣在搞什麼 這代表你不僅是內機內控有問題 你的政府也有問題 你銀行的金融的管理也有問題 你通通都有問題 所以這次金管會 他竟然出來跟他背書說 沒有啦… 跟那個洗錢黃日沒有關係 他也沒有說有關係 他說疑似 是你沒有遵循這個規範 就人家的遊戲規則跟你講 12345 SOP是這樣子 我就不愛 我會插你 我就我台灣有一頭 甚至裡面所有的法國尋尋官 所有的東西 連英文版都沒有 美國人會說 這都中文 中文的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不然你也反映一下 他說這件事 你今天來到我們美國開小孩 你不是今天真的來 你來美國已經幾十年了 你難道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嗎 所以今天我覺得 這1.8億的美金 對我們現在所謂的 不管是新政府還是過去說 我們要打亞洲杯 我們要打世界杯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費 只是這個學費太貴了 很貴了 全民竟然買攤了將近12億 好 憲哥講到這邊 剛剛憲哥大概提到的部分 都說我們新政府 當然在處理的上面 有點慢 有點重寬萬一 沒有辦法掌握情資 但反過來我想問一下 憲哥就是說 剛剛我們也提到了 其實2月9號的時候 美國這個金融 紐約金融服務所 就來韓告訴你說 你的帳戶有問題 基本上我剛剛查了一下 依照法規 當時的趙鋒贏 就應該在三個月內 也就是5月9號之前 要提交報告給金管會 就不會導致金管會跟財政部 好像一問三不知 我從來不曉得這個事情的狀況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憲哥就是說 剛剛我們講到了 除了徐光希之外 前一任董卓才有財 而且離職時間點很明顯 2月爆發 3月就要離職 4月1號就少人 當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內情 或者是蔡宏才 因為蔡宏才 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知情報的可能 蔡宏才他本身 你交接沒有做好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而且你選在4月1號離職 是不是擺明 就是把大家當白癡耍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你前一任政府 在這一方面的先度 已經失職了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但是後面 你在接手的這些人 林全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嗎 你是不是應該 對這個事情很重視 結果你也沒有重視 你讓這個位置 虛弦了4個月之久 4個月 這是一個 關顧很多的一個金融機構 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都沒有任何感覺 你都不會覺得會出什麼狀況 你都不怕中間有人上下棋手嗎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詭異的 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難道小英政府已經慌亂到 在這100天之內 他已經連什麼位置 該放什麼人 然後其實該做什麼事 他都已經搞不清楚狀況了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嚴重的一個警訊 再來這一次 當然顯然是因為趙豐金 他自己本身 趙豐瑩 他本身就是沒有考慮到 整個狀況 因為這本來是一個 很容易去米平的一個事情 好好瞧一瞧就沒事的事情 對 結果現在變成 這樣一個爛攤子 讓全民買單 中間所有失職的人員 我們當然去查這其次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這一個整個的 他的經營體系 管理體系 已經出現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這個是牽涉到 你一個銀行信譽的問題 你將來在美國 還要不要繼續做生意 你要不要繼續經營 你都不是想要 只想說反內一八千萬 有人幫我們扛 是這樣子嗎 不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體系 都應該要好好去檢討 甚至中間一些不適任的人 是不是都應該要裁測掉 因為我覺得這非常非常嚴重 再來只有趙豐有問題嗎 是不是有很多其他類似的 已經出現了 我覺得你要不要趕快 新政府趁這個時候 把所有的我們這些機構 全部檢查一遍 因為不要再被人家又再拔一次 藝營也是馬財方案 道理案而已 是 藝營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這些 相關金融機構 中間的問題一定非常非常多 你林權內閣 你其他不會也就算了 這是你基本要專門的吧 你趕快先把這方面處理好 如果連這個都處理不好 我說真的 一百天也差不多要到了 你趕快先下台比較快一點 有處理對不對 民進黨立委蔡宜儀 今天早上就處理了 他按鈴控告了蔡友才 而且他還說 趙豐的門神就是周美青 好啦 又把前朝扯 而且有些名嘴這麼說 對 還扯到金普聰對不對 那一切又把馬維拉拉出來 不是馬維拉 是周維拉還有金維拉 不要再講清楚一點 是的 所以當然按照這個 民進黨一貫的思維邏輯 其實我們也不意外 只是我要請教就是議員 就說這個會不會也太老梗了 其實大家也都看破手腳了 對 他是不是想要 又把金普聰馬英九周美青拉進來 掩蓋那種 又要我們幫他 從口袋拿錢出來 買單這件事情 這跟周美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很可怕 大家搞政治搞成那樣 我談到台灣最重要 叫政經分析 應該談很多經濟的問題 政治的分析 你看那個時間點 蔡友才是不是3月就遲掉了 發生這個事 遲了 你要曉得 我們知道這個政治行情的人 時間點不是1月16選完 也520就任 中間2 3月中他就組閣了 就叫林權在 林權又是懂 他是財政部長 他金融他特懂 消息他早就知道 沒有什麼不動 為什麼發育才換人來接 而且這個搞不好 我們現在還沒有下定論 你現在得罪了美國經紀人 單位罰這些錢 你態度不對 剛剛談了很多 我談政治的分析是什麼 你以為真的沒有 這個錢是乾淨的嗎 如果進一步再被查到 現在真相還沒公布對不對 所以疑似洗錢 疑似洗錢 如果真的洗錢 不是罰57億 如果找出來幾個戶頭 說那個戶頭大量金錢進去 放了半年一年就撤走 那就是洗錢避稅 更嚴重的是 有沒有各國的高官 甚至巴拉馬那種毒銷 錢在裡面都真的 有人知情而不辦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你不要以為 這已經落了 嚴重100倍 現在只是違反我規定沒報 如果有黑錢進去 那不曉得罰 誰知道怎麼 搞不好把你撤照 都有可能到紐約 紐約多少錢 紐約是價值幾十億美金 快九十億美金的資產 很大的錢 幾千億台幣 所以除了整體精簡以外 我們最擔憂的是 明明知道這個事情發生 蔡友才死掉以後 蔡友才這樣的人 難道跟林權 蔡小英跟馬英九都熟識 而且這些都檯面上的人物 然後你為什麼你的訊息 都引力不報 而且發生事以後 你還跟人家對抗 然後人家給我們的評語 是我們胡說八道 死不認錯 所以才罰那麼重對不對 而且更大的風暴還沒發生 我們真的希望 我再一次講 國家機器不能失控失靈 蔡英偉以前做怎麼樣 我們很不滿意 希望這件事情 他要叫林權負起責任來 把從頭到尾查清楚 不然還有未報彈 那我再問一下靖平 其實剛剛講到說扯到周美清 是因為他以前在趙豐金 然後扯到金普聰是因為事情 當時這個帳戶 90個帳戶出現問題的時候 是在2010 2011 2012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誰到美國去 擔任駐美代表 是金普聰 所以都扯這兩個人進來 可是民進黨還沒有想到 其實蔡英文他的哥哥 才在巴拿馬文件的名單裡面 照說比起來的話 嫌疑好像更重吧 沒有錯 而且這一次被DFS 紐約州的金融檢查服務所 他檢查出來 痛批趙鋒進了這個維斯 就是跟巴拿馬這樣一個 高風險交易地區 有這樣一個不正常的一個交易 然後因申報而未申報 而直接關係 巴拿馬又簽設什麼 又簽設之前 鬧出巴拿馬文件的 莫薩克以馮塞卡 這樣一個律師事務所 也就是巴拿馬文件 前幾個月聲明大照 這樣一個記憶 陳如剛剛佑正理剛剛也提到 就是之前蔡英文的哥哥 胸長也在這個巴拿馬文件 披露的名單裡面 如果說真的要有關聯性 人家美國紐約DFS指的 就是巴拿馬交易的這個問題 你扯到說 我真的很佩服 民進黨這些立法委員 你動不動就把馬英九 周美清 金普聰這些人 都已經 嚴格來說在歷史 在現在 民進黨已經520登基了這麼久 都已經擺日到了 都已經做股了歷史人物 你把它拿出來現在消費 周美清是趙鋒進了門神 現在是誰在執政 現在是民進黨蔡英文 他林全在執政 還周美清是趙鋒進了門神 蔡友才當初為什麼 08年他這次閃遲 他講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 就是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 他被換掉 他是杜魯吉來被告知 因為當時他有綠色的背景 所以他被換掉 所以他說這一次 他覺得他不要再重蹈08年的覆設 與其被人家整個被人家換掉 他自己先主動辭職 然後讓人家有一些佈局 據說當時民營有一些行庫 開始包括什麼國泰金 中信金 都好像要搶著 要跟他做搶人大戰 當時張聖和財政部以前的部長 還說這樣 因為蔡友才是戰將型的什麼… 這樣一個去稱讚他 你不想想看蔡友才的背景 跟你們民進黨的關係 然後這個時候再把他拿出來說 這個是跟馬英九 周美清有關 我覺得這是哪門子在指控 而且這個有點張飛打岳飛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每次 不管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沒有素養 沒有修養 沒有常識 沒有知識 然後包括民進黨這些人 當出事了之後 你不思考財政部次長 朱建榮坦言 7月底才得知相關消息 你520到現在兩個多月 你財政部吃飯拉屎 然後你這些什麼 7月底才得知相關消息 如果早知道就會派朱 早一點派人去擔任 然後趙鋒金的董事長 金管會更是到8月初 才知道這件事情 本來就應該早知道 天津難買早知道 我們用57億元新台幣 買了一個早知道 你這些蔡英文林權那個 你們任用的財政部 跟金管會官員 全部都吃死了嗎 四位素餐 莫此為勝 這就是蔡英文你擺日的政績 我認為根本就滿期 根本就是一個走下坡了 是走下坡 民調是一直掉 但是也有一個數字一直升 就是失業率 一直升高 下死人升到40%了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沒有辦法 立刻幫所有的年輕人加薪 但是我願意承諾 新政府會立刻展開行動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 也請跟我們一起走上 改革的這條路 這話說得好漂亮 言憂在耳 可是數字會說話 調出來看看 好啦 來看到7月份的失業率 又上升了 好 4.02 這可以說是近兩年來新高 沒錯 真的新高 好 我們再來幫大家重複一下 剛剛小英總統 在520就職的時候 怎麼樣跟年輕人喊話說 我要給你們創造好的就業環境 我要改善你們的低金困境 22K要說拜拜 結果呢 結果他當時講說 雖然我沒有辦法 立刻幫所有年輕人加薪 不要說加薪 秉哥 現在連工作都找不到 你避免加薪 其實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因為第一個 你光是跟中國大陸民 相處得不好 結果共識不願意承認 就會造成我們的觀光業 跟相關的所有產業 你就慢慢沒有工作 因為你沒有人潮來 你這些人就會失業 那失業人數一定會增加 再來我們的政府現在 用一種非常荒謬的方式 去應對所有的抗爭 反正你只要抗爭的人 吵的人就有糖吃 我就給你錢 我是這樣的人 我也不願意去工作 為什麼 我抗爭就好了 我寧願失業 反正政府準備要養我 對我來講高興得很 我何必去搶著去工作 而且現在工作 環境又不是很好 你七天休假也不給我休 一粒一休 你政府又在阻擋 我幹嘛去工作 我等著你政府來救濟我就好了 所以我寧願失業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蔡政府你今天上任的時候 你的積極想要做為什麼 第一個 你提出一個 非常不切實際的新南向政策 那個是擺明大家都知道 那個胡說八道的東西 根本沒有一點可行性的東西 然後你提出一個 這樣一個幻想式的大餅給我們之後 你在國內你到底打算怎麼辦 你沒有提出任何一個 切實有效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不好意思 人民失業率上升是非常正常 你覺得蔡政府有打算去改善嗎 我不認為 為什麼 因為他依舊會用一些美麗的言詞 叫他的謠仁多 去幫他包裝一下 又再寫一篇很漂亮的詞 告訴我們大家要相仁為國 我們要繼續忍耐 有一天等到 可能四月一到十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我們已經進入那個 就是低流的國家了 因為高收入的國家 失業率都很高 所以大家不要驚慌 這是一個正常現象 我相信這個大概就是 他們會做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我們台灣人真的能夠忍受 持續這樣下去嗎 我覺得其實台灣人是很麻木 台灣大部分人還是 沒什麼感覺的 我覺得也許在三年多以後 很多人還是會認為說 小英會再告訴我們大家 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再給我多四年就好 很多人又會相信 要繼續把票投給他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悲慘的一個狀況 可是台灣人什麼時候會覺醒 我認為 我個人是非常悲觀的 我認為很難覺醒 對 這個安兵說 台灣人麻木不仁 可是關於到新台幣 怎麼能夠麻木好不好 新政府上任三個月 你看花了多少錢 說最會溝通的政府 其實是最會撒錢的政府嗎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趙鋒 11.4億 全民買單 稍早的時候的華航的10億 以及國道收費員5.9億元 憲哥 這通通都是錢 通通都是你我的錢 對 我們昨天有一句話說 別人的錢 撩別人的錢 撩不痛 說起笑 別人的錢撩不完 這就是說你拿國庫的錢 你如果5.9億 國道那些人 那些人在每一年的一個簽約的裡面 都有特別著名 而且跟你講 你這個就是一年一約的一個契約 然後有一天 當我國道改成電子收費的時候 你就沒有工作 所以那些人當初 如果說那麼好解決的話 國民黨那些笨蛋 那時候怎麼不拿5.9億出來 就好了嗎 幹嘛還要讓他們在抗爭那麼久 法律上線2.2也拿出來的國民黨 已經拿了2.2的國民黨 我知道 我知道那時候拿2.2已經把行政 沒有 比他原來的簽約 更好的條件 他們領了7個月 而且你如果沒有去 他的那個遠通 如果沒有就業到你滿意的話 你可以領5個月 所以領了12個月 那國民黨怎麼那麼笨 人家就花8億就解決 你怎麼只有花2.2億呢 因為那是非法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你有 你吵的這個小孩才有糖吃 如果這樣大家來炒 有油看油沒油自己想 所以其實視野力的一個提高到 這個4.02% 這不只為奇 光是剛剛韓兵講的 光是觀光業 那些遊覽車 那些老闆現在愛靠沒面子 那遊覽車 我實在一個台東遊覽車的老闆 30台遊覽車 30台遊覽車 我們知道買一台遊覽車 差不多都是300萬至600萬 所以八千都給人家貸款 所以遊覽車你有出車還是沒有出車 不管你有出不出 一天你就是要聊差不多2千700塊 至3千塊 結果30台放在那裡打在頭 放在那裡營的時候 你說你老闆看怎麼 那遊覽車 導遊 旅行社 然後周邊的 我跟你說 最最最最最就差不多50萬人 這些人都影響 所以這個視野力提高 我想是可以知道的 它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但是新政府不是告訴我們說 它對這個經濟很內行嗎 它有新的方向嗎 問題是你新的方向在哪裡 你跟我講說新南向 如果新南向可行的話 台速的合徑廠 3400億的投資 竟然通一下一聲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高爐點火 到現在還僵在那邊 可能連廠都會被沒收掉 你說南向 新南向 你們就叫這些台商都走到四 這記得一個一個撞去就好了 所以其實目前來看 我們看他們是無頭蒼蠅 因為你看過去這100天 他都在處理這裡的事情 處理到有夠不一樣 你說大燒乾完不一樣 我們每天有一句話說 整天都在打火星 沒時間好賣過 你賣過的火星爬爬 你負火星就沒辦法處理了 你怎麼有時間好去賣過 你怎麼有時間好做生理 你既然台灣 台灣就是以貿易立國 台灣就是以外銷為主 你台灣如果沒有外銷兩岸 如果搞不好關係的話 那你外銷一定會受到影響 你包括外來的跟兩岸有關係的 包括東盟十個國家 都會受到影響 這是三位小孩用行為就知道 但是你明明知道 你還是要故意捅那個馬蜂窩 你明明知道 火頭香的香蕉不能賣 你就嚇一支插火頭香 把它堵下去 火頭香砍砍砍砍 你不用說你就叫火頭香電視 對啊 其實剛剛憲哥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現在政府 不停的從你口袋拿錢 而且不只他要賠款 要善後從你口袋拿錢 現在連你日常生活當中 他都要從你的口袋把錢拿出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所謂小英用人的三荒唐 首先我們講到的是 立法院的院長蘇嘉全 他之前在某個跟這個 全國防重業者的聚會上面 他居然講出一句話 我們都講說要打房打房 就希望年輕人 你低薪沒關係 我把房市壓下來 讓你買得起房子 居住正義 不一直在講的嗎 對不對 你選舉的時候 也這麼講 但想到蘇嘉全 不知道是不是講出心裡話 他說我們現在不打房 我們要來救房市 是怎麼樣 是嫌房價太低嗎 房價高一點 讓大家繼續買不起房子嗎 好 再來看到 現在年輕人收入低 很多人其實不敢吹冷氣 在家裡就開個天風扇站 不要穿衣服 躺草席 冷氣太貴 電費太貴了 但沒有想到 我們的勞動部次長郭國文 他日前也是在行政院 一個廠商上面 接電台電的代表 這代表剛剛講說 你們行政院真的就要求為 這什麼時候了 大家都沒有錢吹冷氣 你們冷氣開這麼強 郭國文回答什麼 他說我們開不強 是因為你穿短袖 你才會覺得冷 我們冷氣開高一點 大家穿短袖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 次長 好 再來看到的是 我們交通部長賀成蛋 右東想西想 現在可能陸客不來 有點緊張 想說要用港務局 航港局去發展觀光 這用人的三大荒唐 荒唐的是他們的政策 而且受損的是我們的荷包 丁哥 是 其實我覺得 大家現在已經忘記一件事情 小英本來不是承諾 在全國要弄20萬社會住宅 你要弄20萬社會住宅 這個房價怎麼可能會漲 它一定要跌 你一下子在社會憑空 多了20萬戶房子 這房價還漲得起來 是不是見鬼了 現在蘇嘉全到底在說什麼 表示蘇嘉全這句話 其實我認為他在幫小英解套 因為那20萬戶已經 以前親債公共 我們不可能會實現的 根本蓋不起來 對 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他現在說 其實我是要救房的 我們以前都是糊弄你的 就拜託 其實我們真正的目的 我們也是要炒房 我們也希望房價漲 這樣我們大家才有錢賺 你們這些金主還是 大家還是一樣 你們賺錢我才有錢 對 你們還是要支持我們民進黨 我覺得這根本是一個 非常荒謬的事情 也可以顯示出來 這個政府從頭到尾 他根本所謂的跟人民 站在一起都是假的 你看像郭國雯講 那個到底是什麼話 人家只不過是趁機酸大一句說 我們覺得你那個冷氣開在冷 我們是台電 我們大家台電 每天下午1點到3點 我們是大家公布 現在冷氣開在冷 把那個冷氣關掉 他們都調到28度 換你關冷氣 我們庭院流汗也要繼續工作 結果你郭國人在講什麼 因為你穿短袖 我覺得那非常荒謬的事情 難道你身為一個官員 你都不應該去體會 當你的下屬都在忍耐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以身作則 在裡面開冷氣開那麼強 對 結果你反而認為說 沒關係 那是因為你們穿短袖 你多穿一點 你就比較不會冷了 以後乾脆我們每個人 抱個棉被上班好了 還說廢核 不是 我覺得這個 非常好笑的事情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 困苦到 我們可能要去跟國外 去調兩台發電機組來 對 這是眼前的問題 小英政府不是一直告訴我們說 永遠不會缺電嗎 廢核家園... 廢核家園 還終極夢想耶 這都不用講嗎 因為所謂的用愛發電 根本就是一句廢話 用意識力 我跟你講 有種 從蔡英文總統開始 你每天你們就全部用腳 就政府關於 你什麼事都不要幹 其實你們不要幹 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你每天政府上班開始 所有的公務員 你全部給我騎腳踏車去發電 沒有 有種你做到這樣子 不管的話 你憑什麼跟我講這句話 因為我們現在 眼睜睜就看到 這個缺電危機已經產生了 然後現在 我跟你講 他們真的是做事亂到一團糟 弄一個大師兄 來當國防部長 然後現在 又弄一個搞觀光的 來當航港局長 然後搞陸政的 去當民航局長 你下次 要不要一個挖隧道 去管發射火箭好了 我覺得你真的是 試才試用這種 基本價值都不懂嗎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不懂 而是第一個 本來民進黨 就沒有什麼人才 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然的話你看 民進黨全面執政 結果裡頭用了多少 以前國民黨的人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沒有人才 就這麼簡單 你沒有人才的情況下 你根本也不知道誰是人才 所以他只好亂用 反正就先塞他們自己能夠 能夠仇勇 能夠全摸的 我就想辦法 先把這些位置站住 站住之後 那怎麼做 無所謂 反正我們只要 編出一個漂亮的文章 先站了再說 給他呼嚨一下就算了 所以未來的三年多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擔心 如果政府這樣惡搞下去的話 搞不好真的不用 不用中國大陸那邊 來侵略我們 我們自己就已經先投降掉了 對 可是議員你看看 就是說才三個月 那三個月當然有些人會解讀說 反正正痛起碼 可是這個 難道不是荒腔走板嗎 他不痛都是我們在痛 對 正痛都是我們在痛 而且不會 只有三個月吧 不會就一路痛下去 這太荒唐了 用人也亂用 什麼都是政策也歪 算我們倒楣 蔡英文黨選 我想我都不要過度批評他 我都談證據來批評他好不好 我們是由雅亮國民黨 那個自從許信良 葉奔迪 拿掉隔回同意權 就是行政党是總統派了以後 第一任最高是誰 民調 吳敦義 第一個張善政 最低誰你知道嗎 蘇貞昌 12% 當時他是誰 蔡英文是蘇貞昌的副手 副院長 你當好總統 比當好副院長難100倍 他一個那麼容易的副院長的位置 都只有12%的滿意度 叫他如何當好總統 所以他的能力不足 是我們最大的隱憂 老百姓選他 就算我們倒楣嗎 第二個 你知道民進黨執政 等了八年 你知道如果說我們內閣的部長 是要身經百戰 要有連結車 大客車的執照才做好部長 他們這只有小客車 而且八年沒有開車上路了 他只能用我們老 男 藍 他的人更差 他的人會搞一些很會鬥爭的 以前叫憤青 有很多這些人 出主意弄網路 搞倒我們很容易 真正讓你幹活做事 那就是現在這個能力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國民黨要真的努力一點 我們繼續強烈的監督他 再回到 我談到了通案 再回到個案 不管是華航的 不管是900個 100多個叫做收費員等等 就每一項都撒錢 每一項在討好老百姓 因為他的選舉 他沒有出過一分力 是國民黨自己做得不好 這八年 加上他的外圍部隊 現在開始反赤他 那些時代力量 包含林非凡這些人 都是他領他蔡小英基金會的薪水 津貼的 然後去幫他攻城掠地 沖入行之外 太陽花 他的江山是坐享極深 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他能力這麼差 所以我們要強力監督他 不能阻止他亂搞 我們也沒辦法 大家忍耐三年半 他做了三年半多 因為他的任期四年 除非你過了一年你罷免他 所以我們非常的覺得危險 國家已經陷入的危難了 的確 而且其實現在我們會發現 不管是藍眉還是綠眉 而且是社論 其實都已經向蔡英文政府 發出了警鐘了 所以說蔡英文當代行 能夠不覺醒嗎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再繼續深入討論 我不希望別人用100天 來評斷我個人執政的成敗 同樣的 我也不會只用100天的時間 來評論內閣閣員的表現 好 回到節目線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蔡總統講什麼 他說我100天快到了 他現在很努力的在撒錢 要來救民調救政機 他說如果在100天之前 我表現不夠好的話 拜託你們不要用100天 來評斷我的執政成敗 也不要用100天來評價 內閣的表現好壞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錢中府民務長羅志強 他寫了一篇臉書上的文章 他提到當時馬英九上任 100天的時候 蔡英文是怎麼說的 他說新政府上任 不過短短的百日 居然可以把人民搞得充滿憂患 而且馬政府正在犯下 不可挽救的錯誤 當時你是用什麼樣的標準 再看執政百日的馬前總統 那麼現在你又有什麼臉 要求人民不要用執政100天 來評斷你的執政成敗呢 羅志強最後講句話很好 他說不要用昨天的嘴 來打你自己今天的臉 是不是 靖平 對 其實就像羅志強說的 歷史就像趙妖記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當時其實蔡英文 你在08年馬英九執政上任之後 這個施政滿百日 是怎麼樣批評人家的 說當時人家可能面臨這樣一個 國安政策充滿憂慮 馬政府犯下這樣一個 不可錯誤的危機 對照今天 其實你有比人家好嗎 不是說蔡英文今天講說 因為不要用這個百日 來評斷他的這個政績 當然或許他是直擊於 剛剛我其實 私下也跟憲哥聊說 台灣民間民俗的傳統 認為這個百日 好像這個數字不是很好聽 通常都是一個這個 不是很激烈的 尤其是百日之後 通常都是一個總結 百日之後才能去做什麼事情 或許他是因為不喜歡 這樣的一個名詞 但是為什麼會百日 媒體為什麼會引用這樣 通常不是蔡英文說 這個百日 不要用這個名詞來評斷他 這個沒有意義 就這樣子就說沒意義 應該是說百日是在於 過去1970年代 美國的政治學者 在評價他們十幾個總統 歷任的這個前總統 他們在施政前三個月 也就是差不多 將近100天的這個民調 如果沒有拉上來的話 後面四年 甚至他在連任的這個八年 都可能有陷入民調的 這個離藻的危機 馬英九在08年施政上任滿百日 他當時民調調到35% 後面就是這樣起起伏伏 一直一路往下 對照現在蔡英文民調 他到這個百日之前 已經調到40% 其實你跟馬英九 是50步笑百步 你現在去批評 說叫人家不要因為這樣 來批評你 你過去在批評馬英九 如何自圓起說 可是他是不是也是話中有話 他擺明就是所以你暫時 不要要求我換掉一些 內閣的程度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就是民調要繼續往下調 然後之後四年八年 跟過去你們所批評的國民黨 和馬政府一樣 人民選你幹嘛 是比爛的嗎 我選一個最爛的 選一個稍微不爛的 結果沒想到更爛 所以我覺得 那你現在就可以辭職下台了 你不要做了 你才100日 客戶者還比較有勇氣 他說我如果滿意度 低於三層 我就不選市長 蔡英文講低於多少 低於多少你不連任 可是他們現在自己 台灣世代民調 才剛做出一個民調的數字 之前我們知道蔡英文的民調 已經調到了50%以下 林全都死亡交叉 結果今天這個輕率民調公司 做出來的民調 居然還有53% 在執政百中前出來這樣數字 你一直去看 蔡英文上任到現在 三個月白日 也是一樣 可以看得出來 你的國安政策自己 也是首屬兩端 太平島不是島 是礁 你坑聲了沒有 派了一個內政部長 你當時笑人家 馬英九的內政部長 去太平島 你自己的內政部長 不是跑去了太平島 成立了這樣的什麼醫院 或怎麼樣 需要內政部長去嗎 所以人家在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過去人家犯了什麼錯 你批評人家 今天你犯了錯 人家在批評你 那也是剛剛好而已 所以你有什麼嘴來說人家 結果你今天看看你的國安政策 還有包括你的內政不休 你所有的這個政策 政策模糊 剛剛我們從一路這樣講過來 還有包括最嚴重的是 你說你要這個 最會做一個溝通的政府 最會做一個謙卑的政府 可是你看看你上任之後 完完全全就是做得 跟你說得相反 社會對立是不是不斷的升溫 藍綠對立是不是不斷的增加 說要跨越藍綠 你用了一個顧綠熊 去做一個不當黨產的 這個清理委員會的 這樣一個主任委員 還說要跨藍綠 又找了這個楊偉忠 每個人你做什麼事情 大家眼睛都在看 現在失業率已經逐步的增加 我記得他選前 應該說他當選後 他曾經跟大家講說 年輕人 你們到時候跟政府溝通 我們如果沒有聽清楚 一次聽不清楚 兩次聽不清楚 你可以跟這個政府拍桌 我想跟蔡總統講 我們現在年輕人想拍桌 桌子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你把桌子搬走了 我們拍什麼桌 現在失業率這麼高 房子也買不起 然後你又說要救房 你怎麼救房 連字籌款都沒有 你現在只是談銀行利率 跟犯款額度 我現在覺得 他說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而且說的比唱得好 沒錯 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選民很反感了 中間選民已經有反應了 非常反感 我們看到這是在今天 《中國時報》的報導 他們就是講說 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到 蔡英文的民調 其實事實上是跌破五成的 其中尤其事像是這個不滿意度 甚至在林權部分高於滿意度 不滿意度激增 所以這中間也透露出一個現象 就是你這裡中間選民 通通幾乎都流到 不滿意那一塊去了 中間這個原本沒有意見減少 然後不滿意增加 所以中間選民都開始反感了 沒錯 好 另外你說好吧 這是藍的 我們看看綠的怎麼說 綠的自由時報社論 社論開宗民意就講 向抗爭力到最大的一方傾斜 事實上他這等於也是在 蔡英文總統發出警訊了 那麼就談到最壞的政策 就是在這些政策的選擇面的時候 其實他是完全是朝向 整個分貝最大的那一方 他不管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反正你抗爭力道最大 對 你就妥協了 就是你會炒 我就給你糖吃 你要是點點 不好意思 那我就當作你的不存在 從我不是勇氣為何物 碰到兇了就退 很軟弱 這個總統 對 對 所以這個也是目前看起來 蔡英文是不是也是 他碰到了一個最大的警訊 因為連綠媒都發出聲音了 是 自由時報都動他 自由時報不顧報分 這怎麼動很久 很久了 就是你爸爸他是報紙會少賣 可是他如果他不批評他 可能會更慘 自由時報還維持了基本的報格 還願意綠的批評綠的 而且我講個門道給你聽 所有的前面的林權 是不是已經死亡交叉了 蔡英文差一點 其實蔡英文已經死亡交叉 因為他所有的民調 都是有機關效應偏綠的 民調在做的 台灣指標的民調或什麼 都沒有一個很中立的民調 我不要怎麼來 我們也不要欺負蔡英文 我們談中立的民調 我認為已經死亡交叉了 林權更是 因為他八方討好 誰凶討好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對大陸我們一年賺他7 包含香港第三地 700億美金的地方 他就富於顏抗 他就不跟你往來 他搞難一下 馬凱怎麼修理他 馬凱教授 他說你不能只講南向 南向多可怕 南向就是搞台獨 我不是扣他帽子 你聽我說明一下 南向東協只占全世界的GDP 2% 我們看到往來已經17% 2%你們17%已經很傾斜了 而且還獲利200億 我們大陸獲利700億 這個已經緊繃沒有再多了 他還只要南向 我就不西向 然後馬凱修理他什麼 他說南向北向他都沒意見 要全向 全球化 你現在歐盟這麼大 美國這麼大 加起來佔了全世界的GDP 6成 結果你知道多可怕 我們20年前 我們跟美國貿易順差 600億美金 你知道去年多少 60億 這個是很嚴重的情緒 你要弄回來 歐盟那麼大的市場 你看他往來只佔 我們所有的貿易量9% 美國只有11 這個是這樣撕痕到 那個完全那個籃子 那麼大的籃子 你看放個頭鳥蛋 就是在歐盟跟美國 都賺點錢 不是 你那麼大籃子 放一個小雞蛋 已經在南向在東協 你南向就是搞台獨 我要南向 我就是不要西向 我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跟中歐大陸往來 是完全百思不得其解 他如果搞台獨 用在影響國家的命脈 人民的生計 企業的發展 那是中華民國的罪人 我要說明一下 小英政府他現在就是 切割兩岸 選擇歷史 所以說說你這個 一路這樣看下來 是說得過去嗎 你搞隱性的兩國論現在 你現在的外貿政策 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要跟觀眾朋友 從黃金傳奇講起 馬上回來 好 歡迎今天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到民進黨 把這個不當黨產條例 包裝成轉型正義的同時 不管在這個 你是在追殺黨產 再要行政治鬥爭之史也好 可是我們是不是回過頭來 要想想要還給歷史一個公道 這包括在當年 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有一段這麼的黃金傳奇 也就是在當年那段時間 要不是一批一批的黃金運完台灣 台灣可能就被赤化了 對 當時就是這批黃金 所以維持了軍力 今天蔡英文去看漢光演習 也是要花錢 當年也是靠這些錢 才維持了台灣的軍力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去 故意忽略這一段歷史 認為說國民黨 反正對台灣這個禍害 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以為日本人對台灣很好嗎 日本當初是把台灣當作殖民地 他把你的所有原物料 一直往日本帝國去輸出的 你覺得日本在撤退的時候 女人當維安婦這個動體 支持台獨的人 為什麼不講這一段 然後當時日本人撤退的時候 台灣已經幾乎被他掏空了 所以當時600萬台灣人 其實生活是很困苦的 國民黨也就帶了 100多萬軍隊來台灣 你要知道當時如果真的就這樣 沒有帶任何東西來 大家就準備抱在一塊屎吧 實際上 國民黨當時也從大陸 偷了非常多的黃金來 至少227萬兩 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數字 有人說到400多萬兩 可是大家只忽略到 你現實上帶回來的黃金 實際上不只這一些 你不要忘記 當時中華民國在對外 是有對外的外匯儲備的 外匯儲備當時有700多萬兩黃金 那也是一併帶過來 因為那個不會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一定是我們自己帶過來 所以加起來 至少上千萬兩黃金 如果沒有那上千萬兩黃金的話 老實說中華民國 不要說在那邊等了 因為美國當時已經準備放棄台灣了 那基本上你軍隊根本連吃飯 都有問題的時候 那不好意思 大家就雙手開開 準備迎接中共登陸吧 因為你一點反擊能力都沒有 可是後來 因為整個國際局勢批變 因為為什麼 韓戰爆發了 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 美國開始轉變它整個 對東南的政策 開始對日本也比較好一點了 然後對台灣也比較好一點了 讓我們整個經濟 美元也進來 經濟能夠重新起來 如果沒有那一些錢 讓我們撐過那段時間 雖然我們都知道 真正帶來的黃金 第二年幾乎都花一軍 非常幾乎都花完了 對 可是如果沒有撐過那一年多 老實講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我們就已經變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大家先不要講說 什麼台灣獨立的 開玩笑 中國大陸絕對不可能 讓你這樣做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你要講歷史要講事實 而不能只要你片面之詞而已 對 我請問一下議員 雖然說你跟柯次長 不是很好 對 但是最近確實他在兩岸交流上 有一點突破 比市長比總統 在兩岸交流上做得還好 不過兩個都很糟 一個是我都不往來考慮 請問好一點 那一個是他第一名 他第一名